疏通血管的视频 一个机器进去 嘖嘖嘖跟着转 然后把那个斑块抽吸出来 这种视频都是假的 包括输液能够疏通血管也是假的 我觉得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 咱们之所以血管会狭窄比赛 是因为脂质和胆固醇 常年累月在血管壁的沉积 但是它以血管壁已经融为一体了 并不是像你想象那样附着在血管壁上 不是像什么水碱水垢或者铁锈一样 你清一清 吸一吸 它就能出来 你要想把它溶解掉 必须同时把血管一起溶解掉 你觉得你这样还能活吗 能够疏通你血管的只有你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肆意妄为的去透支它 赶紧把这条视频给你的父母 爷爷奶奶 家里的长辈们看一看 他们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 我是白医生 关注我健康需要 心中有数 十大养生骗局 你中招了吗 一 血液里存在垃圾 会形成血栓 咱们的血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垃圾 有的只是正常的代谢产物 你多喝点水 多上几趟厕所就能排泄出去了 二 每天一万步活到一百岁 中国居民善人指南2016指出 每天六千步才是最合适的 当然具体的部署要因人而异 但是没那么神奇 三 趁热吃对肠胃更好 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 吃烫的东西也是一样 四 换季去输液可以疏通血管 这个方法真是害人不浅 不但没作用 反而可能会引起你心衰 过敏反应 加重你的病情 五 按摩乳房可以通乳腺去结结 如果你真的有乳腺结结 或者是乳腺癌的话 你去按摩只会加速它的扩散 六按摩淋巴结能够排毒 这个根本不可能 毫无科学根据 七 食物在一起吃会中毒 有食物相喝的说法 我告诉你 没有理论解释 没有实验证实 也没有临床数据的积累 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 不真实 不可靠的 八 红汤红枣可以补血 治疗确定性贫血 这个更是扯淡 你要想治疗确定性贫血的话 想补铁的话 只能多吃红肉和动物内脏 九 适量饮酒 有益健康 十 碱性体质 更有益于健康 根本就没有酸性体质 碱性体质的说法 人体的酸碱是平衡的 我是白医生 关注我 健康学